中线急行的第32天 坚冲扎扎症出发 目标是219 纳目如 可能要两天 今天先看着办 走到哪里扎营 现在9点半 有点下雨 希望不会下大 开始出发吧 不安的心 这是什么地方 依然是如此的荒凉 那无尽的旅程 如此漫长 我是永远向着远方 有心的浪子 你是茫茫人海之中 我的女人 走了30公里 才把这个土林景区走出来 现在这个岔路口 这个土路到香肢景区 往前是烂不入村 现在1点半 吃点干粮 再往前继续出发 今天 看能不能到香里面 生母就将就一下面包 吹饼 这里好多匹马 三匹黑的 三匹花色的 这个胆子比较大 没有跑 那边还有一匹 七匹马 现在海拔来到4672了 看不到目标啊 现在已经五点钟了 还没看到 那个香在哪里 一路车也很少 好孤单哦 所以得加把劲 赶紧走出去 我现在已经到拉萨了 原本今天应该在四泉河 为什么这样子讲了 因为我的边境通行证 是31号到期 最后两个打板是5300的打板 我没有翻 一位占助司机开大货车的 大挂车的 让我搭车 我就搭了 我其实很想骑的 但是时间来不及 那时候已经30号 只有一天时间 如果我翻那个打板 到四泉河的话 那当天晚上就 就已经是31号 我的边境通行证就到期了 那要再出来拉萨的话 就得重新去换证 有点麻烦 不是很麻烦 但是有点麻烦 我就是想赶在这个时间之前出来 所以我最后一段100公里搭了车 然后到四泉河 把车系了 31号把车系了 下午搭私家车 花了20 我看20 差不多27个小时吧 到达拉萨 中间有睡了5个小时 1500公里 开车要开20多个小时 然后到拉萨 现在结束了整个滇站线 阿里中线这两段行程 然后现在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信息 然后在四泉河系车的话 买箱子要50块钱 然后系找邮政的话是250块钱一辆 然后系往车以后 你要回拉萨的话可以坐飞机坐班车 或者坐私家车飞机的话价格很贵 然后私家车 比班车要便宜50块钱600块钱 然后私家车可以接你到目的地 送你到目的地 比较 比较方便吧 但是班车的话可能做的比私家车要舒服一点 私家车比较空间比较小 关于骑行中线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以后有更多骑行路线在于大家